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教下来我们下一代孩子的英语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的 可事实我们看到的却完全不是如此 我们这一代的孩子英文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相反的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在英文上 他们把中文学习时间也减少了 结果中文也没有学好 那么更糟糕的是因为太小就让他学习英语 所以等他稍微长到了到了中学时代 其实都很讨厌英文 将来能不碰英文就不碰英文 所以结果是一个反效果 所以父母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点 所以拼了命赚了钱给孩子去学英语 跟外国人来学 可是花了钱如果有用 这没话讲 花了钱去浪费时间浪费钱 甚至让你的孩子讨厌英文 恐怕这不是大家想要的 我们一直强调和外国人来学英语 不应该是去跟他学 而是应该跟他去练英文 去练习你跟他已经会的英语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国 菲律宾 新加坡 他们都是自己人教自己人 因为他们教出的孩子 你看他们的新加坡英的口音 菲律宾的口音是多么的重 可是他们的英语却可以跟任何一个外国人去沟通 所以他们的英语教出来是有意义 是有用的 那么我们回头想 如果现在我们要跟一个外国朋友来学英语 比如说我们一个单字叫做have has 这个大家应该认识叫做有 可是这个有字它会变化无穷 会变化成这么多的have has出现的地方 那么这个对于一个母语人士来讲 他会很自然的就把这些东西给运用出来 但是如果你想跟他学 希望他能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你说清楚 讲明白 恐怕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他根本没有能力来教导你 那么也许有的朋友说 我到了国外的这个语言学习班 我们课程当中就有文法课程 可是请注意 这些文法课程在外国人来教的时候 它是用英语来教你的 对不对 如果你都能够听得懂他讲的英语来学习这个文法 那你的英语已经好得不得了了 你根本不用去了 但是因为你的英文还不够好 你根本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 所以各位你落一圈就会落了好久好久 我个人以前也是一样的 很多东西 几分钟东西 我听自己人讲 马上听懂 讲明白 我就会了 但是可能我要跟一个外国老师扯半天 我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 我个人自己在美国大学时代学习英语教学 很多文法思考上的问题 我就请教这些外国的教授 其实听半天还不如我自己去研究 所以我们的方法应该是很快的让大家学懂 懂了你进一步的来听说读写的运用 而不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在摸索 一直在搞懂想要把它弄明白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 几分钟你就弄得懂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花一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唠远路呢 我们说学英语就是要单字单词 然后要由语法成为你看到的一个个的句子 来运用 来参加考试 比如说这个单词叫做have has 我们在学校学过去诗叫做had 未来是叫做will have 可是我们下面就会发觉它变来变去变得这么多 怎么懂怎么明白它呢 我们说利用英文的思考架构 也就是我们教给大家的一二三加四 你马上就能听懂了 你看啊 这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我们来给你一点点时间 让你来完全听懂 我们从最基础开始看起 I have a car have是放在第二个位置 这是一这是二 所以这是个标准的动词 叫做我有一辆汽车 那么如果是第三人称单数 就变成he has have has的第一个动词的意思 就叫做有 它也可以叫做吃 吃饭的吃 I have lunch He has lunch 吃中餐 它也可以叫做叫 叫是大家比较少用的 不过你也要会 I have the man fix the car 我叫这个男生 修理汽车 那么第三人称 He has the man fix the car 他叫这个男人 修理这个汽车 这个have has 在这里叫做叫的动词 同样的 继续叫做叫 I have the car 我叫我的汽车呢 fixed fixed 在这边是一个ed 叫做过去分词 翻成被的意思 我叫我的汽车被修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have has 最基本的动词的意思 就有这三个 有 吃 跟叫 大家一听我讲 学完之后念诵 马上就能够记忆起来 就能够运用出来 那么当然它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 那么因为动词 产生动词的时代变化 那么一个刚才的have这个字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 我们就取它其中一个叫做吃 来继续研究下去 这个时候的动词 在二的位置就变成an having 这个叫做时代变化 我们在英文里面 一个吃这个字 可以变成12种不同的方式 随着时间表达的方式不同 产生12种不同的动词时代 那么各位看到这个 I am having 这个having 就是hav 去掉一字为 加ing 这个have 在这里仍然是一个标准的动词 只是前面加了这个am 这个am 千万不要看成我是 这个b动词不是的 而是他跟他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新的动词 叫做正在吃 这个对大家来讲 应该也不太难 I am having lunch 如果是第三人称 如果是he 那b动词有变化 he is having lunch 他正在吃中饭 各位继续看到它的变化 这时候从am变成了was 就是从现在进行事 变成了过去进行事 I was having 我正在吃中饭 这时候为什么会有过去进行事呢 过去进行事表示 在另外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正在做 所以你看 when you call call的是另外一个动作 当你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时候 比如说昨天早上 你打来的时候 I was having lunch 我正在吃午饭 这个时候接到你的电话 这两个动作会碰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了was having 所以只要看到was having 就表示他跟另外一个事情 碰在一起 当然如果是he的话 逼动词也有所变化 he was having lunch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刚才的吃这个单纯的一个动词 变成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时态 这其中一个时态呢 就叫做进行事 进行事有一个现在正在吃 你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时候 我正在吃 那现在呢 各位又看到了 你下一次看到你的文章里面 它又变了 叫做have had 这又是怎么回事 它还是吃 只是它变成吃的 现在完成式 这时候各位看到 你的后面的这个had 才是真正的动词 叫做吃 have had 这样子的动词三态的变化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had 就是这个had 这个had在英文叫做完成式的had 就是吃的完成式 前面会再加一个字叫做have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have在前面 但是请看到这个have 就不是你刚才看到的吃或有的意思了 因为真正的吃或有是在这里 这才是吃 那前面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固定的用字 在英文叫做have加PP 叫做现在完成式 叫做已经吃了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 I have had 意思叫做我已经吃了 lunch 我已经吃过中饭了 可能是两个小时之前 可能是一个小时之前 我已经吃过了中饭 那么如果是第三人称 又会变呢 he has had lunch 他呢 已经吃过了中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have had has had 就代表了我已经吃过了 所以讲到这边 我们再回想一下 如果最单纯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吃中饭 这是一个事实 我每天吃中饭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正在吃中饭 I am having lunch 我现在正在吃中饭 然后如果是变成这个样子 就表示你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时候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正在吃 再变化 你又看到了 我已经吃过了 我两个小时之前 已经吃过了 I have had lunch 所以将来各位看到 这么一个字出现在 这个动词的前面 请你把它翻成 已经 I have 我已经had 就是吃的过去分词 I have had 我已经吃了 那么你能够接受了have had 痛苦的是又来了 怎么又有一个had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学习 你就去跟一个 你英文都听不太清楚的 这个外国的老师 或者是外国的朋友去学 你真的是要很大的毅力 你要慢慢慢慢的去学 但是我相信你花一些时间 先听我们自己人讲 听懂了 你会了 你去练习一下 你再去跟这个外国朋友 外国老师去练习你会的东西 那不是省下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吗 那么这么多的朋友 就是一个梦想 去一个外国老师教的地方 英文会突飞猛进 这个梦让你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我们说过 学的有用 当然很好 因为景气好 环境好 所以咱们花钱 无所谓 不行就算了 但是如果环境不景气了 大家赚钱不容易了 这个钱你还这样子花吗 是不是很没有意义呢 来咱们还回来 学好再说 I had 请注意 真正的吃是这个字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过去分词 英文的吃字有变化 不像中文 都是一个字 所以这个字还是真正的吃 这个是吃 那这个字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们介绍说 这个吃的前面 这个have 或者是这个前面的has 叫做已经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had呢 它又是怎么回事呢 I had had lunch 我吃了中饭 before you had lunch 在什么之前呢 各位看到这边又有一个had 这个had就是最后的 动词的最后的那个字 我们说最后的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叫最后的 它是真正的动词 前面是它的帮忙变化的辅助的字 所以这个had就是吃的过去式 所以你啊 吃了中饭 那么 before you had lunch 在你吃中饭之前呢 I had had lunch 我已经怎么样呢 先吃了 在你吃之前 我十一点就吃了中饭 所以I had had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had呢 就是先的意思 我先吃过了中饭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句子 希望以后你就会很清楚 为什么有had had 我记得我自己以前学的时候 我已经学英文学了十几年 我真的不懂had had是什么 我还以为它是字印错了 怎么印成两个had 原来不是 是先的意思 所以各位将来看到had had 但后面可能有别的字 就先说先什么什么 先什么什么 我先吃了中饭 在你吃之前 所以这就叫做过去完成式 各位可不可以再来一个 再结实一个挑战 你又看到这个变化了 是不是 这叫未来完成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